主要是舊的東西 發掘新的東西 但我會散開一些他們本來認為沒有價值的東西 Eddy原本在媒體行業任職設計師 他很喜歡收藏香港老店的舊物 兩年之前更加開始定期舉辦懷舊市集 如果說近年就會儲存本土的東西 可能某間老店用過的雪盆 會用杯和器皿和工具 小時候會覺得那些很精彩、很漂亮 但你分略了本土自己的東西 概念是想把外國的充滿市場帶來香港 就有別於一般的手作市集 以Vintage來煮旺果、尖沙醉 都在這裡搞過 氛圍比較好 接近我喜歡Vintage的感覺 之前有一間咖啡是懷舊風的 市集通常只有兩天 他覺得太短 所以三個月前 和曾經一起舉辦市集的Ricky 在深水埗租了一間舊剪刀店 經營pop up store 他們沒有改變原店的妝環 希望保留舊店的氛圍 第一次我們做了一間舊的問題店 在Eddie的構思之下 我們第二個月會做一間二手的書店 第三個月會做一個舊的雜貨店 但三個月後業主賣了一間店 他們就開始好像油木民族一樣 在區內找一些短期出租的空置店位 繼續經營時集 最近就租了一間舊線繩店 為了幫補租金 他們有邀請不同的收藏家來寄買 說回生意 其實一直都是不太好的 玩具和舊書 舊書都可以的 都是我們這個收入樂園來的 消費模式都比較沉悶 賣的東西都很沉悶 可能我們會做到另一番的景象出來 我覺得不是付出很多風險 我覺得付出最多就是時間 變成設計就變成我副業 好像別人那樣 擺一些汽車跳室市場 別人擺地攤 我們又擺地攤 在這裏擺有個特別之處 就是黎親的人不是太年輕 通常是舊區 這批人大多數是上一年多 他一看到這些東西 他就覺得這些東西我小時候見過 或者我還過 他的情懷就直接從樣子裡走出來 這些東西落到他手上 會較為適合一點 真正正的主人 就是這些地方會出現多一點 這裏其實是一個懷舊的店舖 變相身邊其實有很多不同年代的東西 出現了在這裏 可以和別人交流一下 大家都是有心推廣的時候 這裏成為了合作模式 小時候很窮 所以很多模型店 看到喜歡的玩具都買不起 今次買了一個模型 雖然這個是伏黑版 1999年已經是25周年的紀念版 所以我看到都很喜歡 其實我之前都找過 外面都找不到 這裏剛好讓我找到 就馬上買了 現在Eddie和Ricky仍然是遊牧民族 每三個月就會搬舖一次搞事集 雖然每次遷徵都身心疲憊 但他們仍然很享受這種經營模式 希望可以做到一番新景象 新年又到 紫相旅行特別製作 2018跟著飛旅遊聯力卡 搜羅全年的注目景點 節慶還有請假攻略 即刻去紫相旅行 Facebook專頁下載 我們看起來 有否直接拍到 這個角色 我們是很準確的